第27季第二集 你整個人遮住了 幾乎可以 給了一隻小兔子遮住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 就是這個 多謝大家 作為一個花花公子 是要介紹一下花花公子 不過 介紹一下花花公子 介紹一下花花公子 不過 只是盒面 其實這件東西 就是Z C World 的華蟹 我也不知道怎樣介紹 是不是已經遮住了 Feed 本身這次 聯同這個 我叫Crossover 本身會推出一系列的產品 而這次要介紹這個 就算是第一彈 如果大家有去到這個玩具紙 也看到Z C World 是展示了他們 和Playboy 一連串的合作產品 其實盒子很簡單 老年這麼大 裡面也不會有什麼 特別禮物 所以很坦白說 很單調 所以 這個有什麼特別 又是一個Playboy頭 我只是買一個Playboy頭 你真的對 介紹完整件事 這樣而已 是 什麼 有Playboy 就不會沒有Playboy Girl 拉到後一點 後面有巧妙的 這次Z C World 主要是把Playboy 我叫做Signature 一次過介紹出來 當然有了 例如大家見慣了的 有半邊是 骨 是一些 算做是內購 這次他就 把這個元素 放到Playboy 所以你就會看到 這次這個聯成作品 有Playboy的半邊 另外那半邊 就會看到 在Playboy的大腦裡面 除了女 都是女 嗯 好聰明喔 是 本身其實整隻 你見到屁股 腳 都 重現了 主要都是 男人的構造很簡單 在腦裏有女人 很清晰 牙 骨 都在 不過 還是提醒大家 這個套女郎 是不可以拔出來的 是 但你裝上去 我拔了出來 對 不差再會 拔起來 既然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要浪費 是貼石嗎 不是 是貼死的 你怎麼拔出來的 是貼死的 你特意拔出來的 我只是貪過癮 不過 他又不是貼得緊 所以一下子就拔了出來 既然是這樣 我們不會浪費 任何東西都 可以見到本身 兔女郎的雕刻 我不敢說 很精緻 但本身 大家玩開ZZERO 追求的東西 是他的意念 instead of 一些精細的雕工 當然 如果你兩樣都有 我就更高興 那些膠水跡 就是這樣 對 應該是 所謂要看 就看正面 是OK的 真的放進去 挺好玩 其實他用磁石 其實他本身 我覺得 設計是 絕對可以用磁石 但 Anyway 實味 好像我也一樣 不敢說 算了 拍攝低一點 可以看他的頸 下額 下額 對 都是內臟 始終都是用 那些 ZZERO 幾 Signature 的 一些figure 有一些內扣 用回這個 idea 放回去 Payboy 這個 structure 這些都不能拆開 所以不要亂來 所以 另外 其實它是有磁石的 拍高一點點 這兩隻耳朵 挺緊的 都是磁石的 這樣 就形成了這個 Playboy 由頂到底 可以看到整件 是怎樣的 挺簡單 介紹一些 最開心的 一炮過 沒有什麼特別 複雜的東西 要說 純粹是SELL 就是SELL 這個 idea Buy的 OK 作為一個Playboy 我又比較少看的 是 馬上有粗口說 所以 所以 喜歡這個 古靈精怪 什麼叫做古靈精怪 就是獨特的 這次的Playboy 其實是挺好玩的 通常有什麼價位 不記得 出了一段時間 不過 現在才有時間 拿出來 分享一下 讓大家 分享一下 有興趣 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用什麼方法 入手 大家自己上去 看一看 還有沒有貨 或者會不會對其他 接下來的Playboy series 有興趣 祝君好運 待會見 看一看 找人 還好 出現 還好 看一看 有紀元 我們 可以 看一看 我們 可以 吃一看 你們 去看